回到台灣來看到台中有一名車主在馬路上面違規左轉就被後方的車輛舉發 但他差點卻涉及刑責 到案之後說明才發現因為他的車頭開頭的R變成B搞了烏龍 檢舉紅單車頭前拍的賓士車牌是英文字母R開頭 車尾再拍一次放大看英文字變成B 車主收到拔單違規理由是變走車牌 原來十幾年前拆下來的那個螺絲 那個原來的位置就造成了生鏽 生鏽以後就是同樣的位置就是變成R又被誤判成B這樣 遠遠一看還真的會眼花看錯 四邊車牌螺絲鎖得緊緊的 左下角螺絲剛好鎖在英文字母R底下 一不小心真的會看錯 車主還曾經被警察攔下提醒容易造成誤會 車牌那個生鏽的地方可能要給他再把他 把他那個補色補成白色的這樣子才會一致這樣 或者是去申請新的車牌 不過這輛賓士車是25年老車 雖然螺絲拆了但繡痕還牢牢留在車牌上 車主開車違規左轉被檢舉 但拔單卻是寄給了另外一位無辜車主 車牌數字一模一樣 兩台車只插在英文字 無辜車主只好跟警方宣訴 賓士車車主變造車牌 盡情耳牌的車主到手了以後確認他的車子是屬於違規車輛 就針對他的違規重新再進行告發 如果耗牌有污損的情形 請依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升領耗牌使用 車主說25年前花200多萬買了這輛進口車 原廠車牌螺絲孔就對不上監理站提供的才會請車廠直接鑽孔挂牌上路 沒想到會發生誤判 警方也說如果是變造車牌會罰4800元 但釐清後不是故意也不會開罰 但車主違規左轉沒有爭議一樣得照罰 這張哲偉潘信義台中報導